在今天的这个位置 我给大家加了一个新的字典 叫什么呢 老格日模块 首先呢 大家去看一下 什么叫老格日模块 什么 有8个 不可能 我都套过了 怎么可能呢 你用了什么6.7 什么版本 你是会新的吗 要不重启试试 关机试试 是吧 是吧 这8个 等等我看看 这个实际在开发的时候 真的是这样 你认为没错 别人用了就更错 不可能吧 我告诉你 我也是这个反应 不可能吧 我都 我身好好的呀 我跟你身好好的呀 你的电脑是不是 是Windows的 Windows有bug 是吧 来还有一个 你不能对一个 程序设计师说 你的bug有程序 他的第一反应是 你的环境有问题吗 笨蛋你会用吗 往往就是 您要是说 对方的程序有问题 往往就说 你才有问题了 你写的程序一堆的bug 然后你怎么办呢 你要委婉的说 你的程序呢 给你想的预期呢 有的一点不一样 你看看 是不是我调用的方法 有问题啊 我看你调的方法 有问题啊 你调的没错呀 是不是我有bug 是不是一退 什么的 或者是一进 对 要注意表达 这是表达 如果面试的时候 同学啊 学过装饰器吗 不会 听说过吗 没有 你这个不让你 不让你走 让谁走 你这试个道理吧 哎 我听说过 装饰器 你说的那个修饰器 是不是就是指着装饰器啊 哦 是是是 又是 哦 我懂啊 来我给你讲讲 说的说的 后来我刚有点紧张 忘了 对吧 要学会委婉 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呢 出现bug 这是不可避免的 那你会怎么去解bug呢 我从很久之前 从我给大家上课的时候 我已经说过 看别人写的代码 不要从第一行看 解bug 依然如此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千万不要从第一行看 有十万行的代码 你看到猴年马月啊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基本上是两种方案 根据现象去猜问题 猜到哪一片 但是你绝对猜不到是哪一行 你只能猜到哪一片里边有问题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只能是猜到哪一片 那么缩小的范围之后 你接下来的一行一行去找 那对中的bug也能找得出来 这是一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 我猜出来差不多了 但是我确实是找不到 怎么的呢 找一个文件 找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里边记录了 哪个地方出了错 那不就完了吗 那么这样的文件 咱们就称之为log日子 那么log就是来记录你的程序运行的时候 一些信息 可以记录几种级别了五种 在咱们的python里边有个模块 叫login模块 它可以记录五种的级别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那这个小弟说了 老板 出现什么呢 叫严重情况 我可以给你打电话 我说比方说 进小偷的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如果要是有个人手给了你一块钱 你就甭给我打电话了 你就让他走进去 一块钱去 一块钱去吧 可不可以 级别 级别 对吧 防空警报 还分成好几个级别了 来了日本鬼子的时候怎么着 没来的时候怎么着 级别是不一样的 log日子分为这么五种级别 分别是 debug info info debug 然后是warning error 还有critical 我查过这个单子 好像这么读 这个翻译过来是什么呢 就是极其严重 这个词语翻过来 就是这是普通信息 这是debug 然后这是警告 这是错误 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debug就是 你想调试的时候 比方说我想debug 调试 我就调试 我不想把debug关了 这个信息就不会再有了 那就可以debug 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info 就是一切运行的时候的 普通的信息 warning 就是和迹象不一样 error 就是出现了问题 critical 就是严重的破误 就是很严重的情况 不允许再允许了 我正开了车呢 对吧 前面有个尾呢 啪 挡到我了 挡到玻璃上了 我这继续开呢 我还都下得走呢 那接着继续开啊 你来十个尾呢 也没问题 继续开 我的轮胎露气了 你还能继续开 那肯定是靠边 级别不一样 级别不一样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五种级别呢 是不一样的 将来对应的什么呢 将来对应的 你将来去用的时候 你用的哪一种方式不一样 它将来是否有 这就出来的这个级别 那么将来咱们去通过 烙个日志 首先第一点 烙个日志能干什么 帮咱们调食bug 帮咱们检查这个日志信息 什么时候运行的 你的服务器什么时候运行的 运行到现在 花了多长时间 对吧 你哪一个函数调用 花了多长时间 这些东西都可以去统计 都可以去记录 那么两种方式 第一种 直接打在你的终端 就是控制台 第二种 找个文件记起来 这个文件 咱们就称这边日志文件 简称log日志 那么怎么用呢 第一种方案 就是打在屏幕上怎么用 首先import login 接下来呢 用个东西叫做login 就是你导入这个模块 派在它里面有 login的basic config 啥意思呢 基本的配置 basic不是基本基础吗 是吧 就是log日志模块的基础 有些配置信息 level就是级别咯 我把这个级别换成什么呢 换成morning 换成morning 那么 接下来的东西呢 就是将来输出的格式 同样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 我先把这个东西呢 同样 我给大家演示一把 这个呢 不要特别 追究 就介于它 一试就好了 那么 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在我的桌面上 我在我的电脑啊 咱们粘贴个更简单 我粘贴这个login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打印了这么五个东西 好了 这五个东西打印了 保存 保存在桌面上 比方说叫log1.py 就是log1 特色 接下来我怎么运行呢 点开 回到我的桌面 python3 然后log01 走 大家看 出来了几个东西呢 打出来了三个 什么叫log日志网终端输出 其实就是print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print 大家看 warning的出来了 warning的 这是login里面 这个warning warning的出来了 error的出来了 critical的出来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info和debug 什么也没有出来了 那为什么会出来这个问题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级别是什么呢 默认级别 默认的级别是 warning啊 以上 包括warning 就是比warning低的 都不仅仅警告 就是你写也不写 没什么区别 听懂我意思了吧 要是你把这个级别给你改一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出来了这个东西了 看着 我把这个参数呢 拿过去 咱们放到前面去 然后看着 我加了这个login 请问加login和不加有什么区别吗 为什么没有区别 因为默认就是login嘛 那这个地方怎么多呢 来 咱们写上一个debug式上 第一 bug式上 来 可以看一下 什么 info也出来了 你说是吧 来 咱们给的info in 这个大写件 in 大写件怎么变成了小写呢 info 有debug吗 说没有debug 是不是和咱们验证的那个说的那个级别是不是一样的吧 第一个级别是debug debug是什么呢 我在开发调试的时候 一定需要有的 这是第一个级别 你真正上线的时候放在生产环境里面去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开debug功能的 当你把debug功能关了时候 是不是这些debug信息是不是突然而然就没了呀 这个就很简单了 这边很简单了吗 因此 debug是最低的这个级别 而info warning error critical 是不是一次地灯了吧 这个级别放在这 对吗 我想要告诉大家的 你要最挑 什么是log日子的功能 可以在合适的位置调用login debug info warning error critical 你在这里边写什么 将来它就给你打印什么 通俗的理解 就是print 听懂我意思吗 通俗的理解就是print 无非是它可以控制级别 你打印的这个 你只要把级别一改 它就没了 通门大家的设想一个场景 我在开发的时候 我把级别给它调到debug 我真正上线的时候 我把级别给它调到info 那么请问debug信息是不是全都没有了吧 那没有了 将来我就看的时候就全部就没有debug的信息了 全部都是一些info以上的 那这样的不就可以了吗 log日子越少 你接下来去分析的时候就越快 log日子越多 你肯定是分析的越慢 所以说呢 这个级别就起到 是不是可以控制这个东西 你可以这个代码 该怎么写怎么写 是不是它可以起到 这句话到底有没有用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就是log日子的这个级别功能 那么它默认显示的这一朵恶心的东西 什么info root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现在这个有什么用呢 对吧 显示这个是用处不太大的 所以说有个东西呢 叫做format 格式 这个格式 基本上反正我一般会用这个格式 反正我一般会用这个格式 把它呢 放在这个地方粘贴 放在这个地方粘贴 那么 有了这个格式之后 我再抖 抖 你看 我把这个拉来 再稍微大一点 起码 时间 年月日十分秒甚至十毫秒 然后接下来是哪一个文件 接下来是哪一行 接下来的级别是什么 你为什么出现这个警告 那么你为什么出现这个info信息 请问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写了个东西 看了清楚了吗 记研发自己的同码 所谓的我想告诉你 这个log到底有什么用 方便咱们大家在运行程序的时候 通过看这些东西 知道哪个地方有问题 哪个地方没问题 那有人说了 东哥我用print也行 我为什么非得用这个东西呢 因为用这个东西 你可以同时向文件里边写 可以同时显示在屏幕上 但是你要是用print的话 请问只是在屏幕上 你说没错吧 所以说真正的开发的时候 还是用login用得多 还是用login用得多 好了就这么用 什么时候写这句话 就表示什么时候出现了严重拖望 什么时候写这句话 就是表示调色了 什么时候写这句话 就表示一些基本的信息 就可以了 这是往终端里边打印 这么说理解了什么 那么咱再往下看 还可以将log日志呢 保存到文件里边去 即你刚刚看到的东西 通通放到文件里去 那怎么做呢 只要你在配置的时候 只要你在配置的时候 你写上file name等于c file mode等于c 那么这个和咱们刚刚是一样的 这个和咱们刚刚一样 前面写这个和写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意味着什么 当前路径下的login用 以w的方式打开 注意了这个地方这个w和a和w加 和之前咱们在基础边学的那个open的方式是一样的 听懂我意思吗 你写a就是追加 你写w就是先三了再加 先三了再加 当我把这个地方换成他的时候 然后咱们再看看会变成什么样的 新建一个 粘贴 新建一个 我粘贴 我把这个配置 拿过来替换刚刚咱们这个配置 我看 log2.py 有了吧 有了之后你看看 有了之后你看看 那么将来 我有了这个东西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的屏幕上是否还会出现呢 python3log2.py 走 没了 那你的调查信息去哪 你ls看看 是不是产生了文件 那这个文件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怎么样 imlog打开啊 走 请问在什么 是咱们那一会儿看到的那个信息 是不是就在这里边 是不是默认放到文件里面去了吧 从没 我就纳闷了 放到文件里面去 有什么模用吗 模线用 我放在屏幕里面看不就完了吗 请问同志们 放在屏幕里面看 是方便 但是你就真的连卫生间都不去 一时就是全神贯注的 无时无刻的就定在这个屏幕看吗 是不是什么时候出了错 我再去翻历史信息 是把这个信息再给你翻出来的吧 因此你找个文件 要别打在屏幕上要抢N倍 我下了班回家了 我不能定了屏幕吧 那屏幕显示的东西 屏幕它是有缓存区大小的 随着你显示的越多 它之前显存区就会没了 那么将来你将来去找了证据的时候 就找不到infer 放的文件 他们想 是不是还是有用的了吧 就这么简单 第一个 往屏幕再打 第二个 配置了file name file mode之后呢 可以向文件里面去写入 如果你把这个w给它改成a 那么意味着什么 我再运行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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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运行了三遍 好了 vim打给它 这个时间 是二十几秒的 二十一秒 二十二秒的时候 那个时间是零三秒的时候 请问 是不是从这个位置和这 是不是分得开 也就意味着 是不是这个文件 是不是可以很大了吧 那将来你查询这个log日词 你就知道 什么信息了 如果这里面出现了critical 这种东西 这就是非常严重的 你一定要立马去看 那么出现这个错误的时候 出现这个严重错误的时候 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警告 之前是什么信息 请问是不是就是排查呀 人员就是这么多了 我原来说个一点 如果你要是学会了TCPIP协议 看得很深的话 你就可以当黑客了 黑客的一个必备的技能是什么 我攻击完了对方之后 我领走之前 一定要把我的那个痕迹清理掉 即擦完屁股再走 擦什么呢 就是把这些log日词里边 你什么时候登的事情 全部删掉 你听懂我意思了吧 就是让你查记录 查信息 你也查不到 就保证了 所有的信息 什么时候开机的 我告诉你 你的温度里边就 什么时候开机的 上次开机时间多长 我什么运行了多久 什么时候关机的 全部都有 以什么用户名登录了 全部都有 所以说懂吗 当如果一个黑客去远程登录 你的电脑的时候 你的电脑里边也有log日词 把那个log日词删了 别人就基本上找不到了 你去攻击别人 别人的电脑删了 那么你是不是要走网络 电信局的是不是还会有 电信局的有log日词 我告诉你 公司里边的服务器里边有log日词 腾讯里边站的服务公司里边 都有log日词 什么东西都有 目的只有一个 接下来如果你犯了 想要查你 你跑你都没得跑 对吧 什么信息都给你记录了 好的吗 不管怎么说 log日词 大家了解它的功能了吧 我问一个问题 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找bug 我不学它也能找 为什么我要学它 我才能找bug 如果你的服务器正常运行之后 有可能两天我没管它 但是我接下来 它服务器挂了 我怎么知道它为什么挂的 如果你想再模拟一点 是不是又得等两天 怎么办呢 看log日词 找到它之前挂的那个地方 直接就找到位置了 所以说呢 log日词呢 是很有用的 很有用的 好了 那么既可以向文件里边写 也可以打印到终端 那能不能当我去调用这些东西的时候 既可以向文件里边 又可以向 终端里边打印呢 来 那么接着咱们就看这 既可以把log日词输出到终端 又可以呢 写入到文件 那么这个地方 不用纠结 按照这个方式走 对冲 那就可以实现 怎么做的呢 导入login模块 接下来 调用login模块里边的 getlog 就是创建一个整个日词对象 就是它是老大 创建一个日词对象 如果你不创建 默认就是root 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那会咱们看见这个ROT 还有印象吗 你创建了 就是这个 你不创建 那就是默认就是root 好了 创建一个log对象 给它设置一下级别 接下来的第二步 你创建一个什么呢 fail handler了 就相当于一个处理的 这么一个东西 创建一个handle了 这个呢 你给它指定 你看这个位置 请问是不是指定的 一个读书了吗 这个mod mod mod 还是mod 这个东西是不是指定了 是不是接下来 咱们打开这个文件的方式吧 即这个对象 确定了将来保存到哪一个文件 以什么方式保存的文件 好了 级别是什么 这一步 就看是stream handler了 就相当于流逝的 这么一个处理 就是说的之外的 就是往终端上里面打印的 这一个用来往终端上的 套用的对象 这个是往文件里面套用的对象 而这个对象是真正记录的对象 那么接下来一个对象 两个对象 三个对象 我接下来干什么呢 把第二个对象和第三个对象 让它和第一个对象进行关联 即logger 对了 我前面第一部书创建叫logger logger.add handler add handler 即把这个fh的 就是这个fail handler 这个对象和console 这个终端对象呢 加到里面去 看得清楚 加到里面去 那么在加之前呢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这是干啥 看看 我创建了一个将来写的文件里面的一个对象 创建了一个写的显示的中端里面的对象 那么接下来当我真正的去往里面 这个记录的时候 我是按照什么格式来 请问这个地方是不是规定格式啊 把你的格式和你的格式给你规定好 是一样的 接下来把你们添加到logger对象里面去 OK 只要你这么多了 最后的运行现象是什么呢 当你再去调用这个logger.debug info warning以及errorcritical的时候 这句话不仅向终端里面显示 还会向文件里面存入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这么多就行了 来 咱们试一下这个流程 实际开发的时候log会用就行 会配就行了 不用纠结它怎么实现了 这个一点意义没有 这个没有意义 log3.py 好了 python3 看啊 log3.py 都请 请问 终端是不是有 时间呢 是42秒的时候 42分的时候 来vrm vrm log3 log.tst 42秒 对 他们看着 那回到咱们的什么呢 miniweb框架 看着他们 我要是加一个log日志功能 你觉得怎么加 加log日志功能 我给你演示一把 一般咱们会加什么东西 咱们一般会加什么东西 来 vrm 添加log日志功能 我上一趟 上一趟目录再保存一份 copy05 然后06 然后呢 添加log日志功能 cd到06里边去 cd到06里边去 那么 看 vrm dynamic miniweb框架里边去 请问咱们先例怎么着 import import logging 是不是先例 导入这个东西 加什么呀 你 为什么要加呢 他们最挑 info一般意味的是什么 info一般意味的 是不是信息呀 那么我可以怎么办呢 我就把你访问的是谁 什么时候访问的 我把这个信息呢 给它加到这里去 进 我把刚刚 我给大家演示的 保存到文件里面的这一图 看着啊 我把这个信息 先拿过去 粘贴 好了 这个 有点恶心啊 来 他们 写完了 写完了 login basic配置 配置完了之后 我接下来干净什么事情呢 login .info 他默认是什么级别呢 默认是不是这个叫做warning啊 来给它改成 给它改成什么呢 info rn 大写件 rnfo 改成了大写件 info 来什么呢 那么我此时 我再去用info的话 是不是就记录信息了吧 比方说 v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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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来这句话会怎么着呢 我中端里面会看见呀 还是我将来这个login字文件里面会有呀 文件里面是不是多一句啊 来 抖起啊 我只要一刷新 你看着 抖 中端里面给它平掉 同学看着 是不是咱们就多了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里面会有什么呢 咱们去看 log一下 来看 什么时间 什么时候 哪一个文件 哪一行 访问的是什么 请问同学 这个是不是info信息啊 info就是记录 你对基本的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访问的 什么什么东西的信息啊 那么换句话说 来打开这个程序 咱们来个一场吧 看着 来一场 login 点 比方说 warning warning怎么写 ing warning 然后 方 这个 没有对应的 函数 请问 我想这么一个东西 有什么用呢 看着 我给大家模拟一下 你就注意看 我好不容易写完了程序了 我接下来运行 看着 很流畅 没问题 但是我接下来 把这个地方写了个 登登登登登 出百分之百不团大 懂 为什么会出这个问题 好了 我摸一下你的情况 为什么会出这个动向 不对啊 程序写的对啊 刚刚 为什么会出错呢 请问 你接下来是不是要解啊 接下来解怎么解啊 后来这个bug 它怎么产生的 我怎么知道 它怎么产生的 看着 没有对应的函数 这句话 不就是 最后一个log日子吗 这句话 是最后一个log日子 请问 是不是咱们访问 这个东西 最后一个信息了吧 那这个地方就 你看 有这么一坨都相同的 我一显示这个的时候 我里是不是很有特点了吧 我一看 我一知道 这个地方不一样 但是我一分析 大家也没发现 前面是访问的这个 我自然而然就知道了 你写的这一坨 没有访问 请问 是不是就应该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么将来 他们用log日子 还能有什么用 我刚刚给大家模拟的 就是来去分析 你为什么出这个talk 就为什么会出这个talk 因为你访问的是这个 前面所有的信息都有了 你想看不见 都不行 都有了 那么log日子 还能有什么用 我告诉大家一个问题 告诉大家一个事情 我又多了一个网站 是人访问的越多的 那个页面 多的越好看呢 还是人访问的越少的那个 我应该花更多的心思去研究 把它做得漂亮呢 同学们 你不要纠结 那你们说 东哥我那个页面 人访问的少 我是不是应该把那个页面做得好 你要把你原来 人访问的更多的那个页面 做得更好 是不是人越多呀 你这个时候是好上假好 而不是把原来不好的变成好 好上加好 是不是更好了吧 请问同学们 你会怎么做呢 你就会把你这个页面 做得更好 那么关键点就在于 我咋知道用户 访问的哪一个页面多呢 你会怎么做 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我们原来的时候 再去统计人的信息 我告诉你是怎么统计 说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log日子分析 把所有的用户请求 到底请求的是哪一个URL 通通统计出来 分析出来 谁请求的最多 那么请问 我是不是验证了哪一个页面 是不是访问人最多了吧 这是第一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 我们在上线之前 我们会找一波和我们公司 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那种我们面向的 我们针对的用户 假如言之 你家是卖衣服的 你是卖男士衣服 还是女士衣服 儿童衣服 你就找一些对应的用户目标群来测试 对着呢 我们是怎么到的呢 我们找了很多大学生 找了将近十几二十个 给他钱 不是不给他钱 不是白来的 给他钱 一人一天一白 来两个小时 你就可以走了 来干什么事呢 我把电脑放在这 你上网就行了 什么你不用管 就是你会访问我们的网站 就是站在你的角度上 你会怎么访问 你先点哪 我们把主页放在这 你点了 然后我们会怎么办呢 找一个摄像球拍的他 我们会把他的眼睛 和他的鼠标 和他的东西 配合起来 进去对比 简而言之 最终的结论 当一个用户 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 他先看哪 先看头上角 最终用户访问的东西 我告诉你 读底灯来说的话 同这儿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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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最终访问的就是这东西 请问你是否这么看网站 不是吗 差不多吧 你这个地方你看过几回 你看过几回 所以说怎么办呢 通过log日志 能够分析出来 哪一个页面 这个用户 经常行的点 他肯定喜欢这个页面 他的点 不喜欢他绝对不进来 第二个 那用户去看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把哪一个地方 做得更好 才会吸引出这个用户 你在这儿做徒劳 怎么做的呢 你在这儿要尽可能快地抓住用户的 这个痛点 需求点 那么接下来你这个网站 这个用户量不就越来越多吗 你听懂我意思了吗 这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倒参角 所以说这都是我们原来通过log日志 分析 加上我们去找一些用户群 来去用摄像头拍了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估计会在哪个地方晃 晃的时间比较长 最终的结论就是他 真正的用户特色 特色基本上就这么特 好 添加log日志 的功能就来了 那么到现在的位置 咱们再稍微总结一下 那么到现在的位置 咱们的迷你外部框架 拥有什么功能 登山改叉全部都有 即支持了路由的功能 你来一个 我给你分发任务相当于 这是路由 然后呢 还可以支持数据库 买色口的操作 对吧 还支持了什么东西 还支持了 烙个日志的功能 对不对 这比完了吗 这比完了吗 大家师傅还有印象 我只是提一句啊 咱们不会多了 不会多了 到这就不断了 咱们还会再提一个东西 我只提一句 咱们原来在讲 MySQL的时候 最后一天 最后一个地方 是不是给大家讲解了一下 主从 是吧 所以就你这个框架 能不能做呢 可以做 怎么做 任何修改的地方 去访问那个服务器 只要是所有查询的地方 可以从那几台 从服务器去取 你听懂意思了吗 最终让你的外部框架 就支持了主从 那么将来你这个框架 速度就更快 这一定就是这个情况 能理解了 就是我这给你一说 你当得了解 如果接下来 你没去工作的时候 要是用到了主同 想方设法在框架里的配 框架支持 就直接用 框架不支持 那没办法 你只能从网上当开源的 第三方框架 或者说是自己写一个 只能是自己写 那么这个呢 咱就说到这 说到这 框架 嗯 干avam 你看到框架 还没准备